近日,瓦尼莎晒出了与科比一起合唱的视频,又勾起了人们对科比的怀念。 看得出来,瓦尼莎对科比还是非常想念的,时常会看着科比生前喜欢的狗狗发出神。 尽管瓦尼莎还是非常怀念科比,但科比已经永远地离开了,无法陪伴她和女儿们了。 瓦尼莎继承了科比的财产,现在是一位单身富婆,有很多男性都想要接近瓦尼莎,博得其好感。 之前瓦尼莎就曾经晒出与多位男性的合照,其中有一些还显得非常亲密。 最近一段时间,瓦尼莎出席了不少单身派对,结识了很多优秀的男性,他们都非常年轻帅气。 最近被爆出的一位是一名健身教练,身材强壮,只有23岁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位健身教练长得非常帅气,确实是那种让女性难以抵抗的类型,估计瓦尼莎对这位男孩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 因为从瓦尼莎看对方的眼神中,都流露着满满的爱意。 这种情况在之前还是非常少见的,之前瓦尼莎对陌生男性的态度都是巨人千里之外,这样的变化也是让不少球迷开始担心。 球迷们无非是担心瓦尼莎要另寻新欢了,这可能会引起一定的舆论风波。 不过如果从正常的角度来看,假设瓦尼莎不是科比的妻子,而是一名普通妻子,丈夫死后有了新欢,是非常正常的事,更何况还是在两年多之后才一情别恋,完全是可以接受的。 不难看出,瓦尼莎还是比较喜欢年轻男性,几次爆出的与陌生男子合影,对方都是年轻帅气的大男孩。 瓦尼莎虽然已经是39岁,但颜值保持得很好,同时又有巨额财富,喜欢年轻人也是有资本的。 阿蘇尔米 Mantra 瓦尼莎 刚 再 蓦尼莎 巿